这是一只活了两万年的上古神猫 它缓缓低下头 打亮了下死了三天的女人 接着吐出一口仙气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女人的眼珠竟然变成椭圆形 随后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只有点了三个关注 它才不会伤害你 可等它坐起来后 猫咪却没了踪影 正在这时 十里外传来一声鸟叫 扭头望去 麻雀仿佛就在眼前一般 吓得它急忙用手去挡 甚至连地上的蚂蚁 都能清楚地看到腿毛 比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还厉害 小美也是一脸梦圈 而走路的姿势也发生了变化 怎么看都像一只猫 可来到楼下时 忘记怎么爬楼了 它凭借本能纵身一跃 直接跳到十八楼 随后一拳撒碎玻璃钻了进去 等再次醒来时 窝了个乖乖 它竟然睡在了书架上 刚要翻身 却一不小心摔了下来 吓得它一机灵扭头望去 发现玻璃碎了一地 根本想不起昨晚发生了什么 这时看到一只猫咪站在柜子上 它伸手抚摸了下猫咪的头 还从项圈里找到一张纸条 上面有一个地址 随后找了过去 打开门一看 屋里到处都是猫咪 显得非常诡异 女人说 这只猫咪活了几万年 每隔五百年 它就会在世界各地挑选猫女 被选中后 就会获得猫的本领 成为新一代猫王 听得小美直摇头 先想这肯定是个神棍 刚想起身离开 女人却打开一个盒子 从里面拿出一颗药丸 随后扔给了小美 她轻轻一闻 顿时不受控制地秀了起来 这个女人可不一般 她性感污昧 身材火辣 还拥有猫一样的本领 她飞檐走壁 攀爬跳跃 像猫咪一样 自由地穿梭在黑夜的每个角落 她高冷狂野 却唯独钟爱猫薄荷 只因她死后被一只猫神救活 从此获得了超能力 变成了猫女 从此之后 她就像换了一个人 面对上司的刻意刁难 她不再容忍 而是毫不留情地对了回去 结果当场就被炒了鱿鱼 郁闷的她一口气吃了十个猫罐头 直到接到闺蜜的电话 才露出了笑容 逐渐猫话的她 不自觉地走起了猫步 不仅如此 平时不爱运动的她 竟把皮球玩出了花样 这操作 直接震惊了旁边的孩子 隔壁半夜开party 她也不再容忍 哭吃一脚 踹开八米厚的肛门 拿起水龙头 对着音箱就是一顿痴 还给卷毛洗了个热水澡 随后纵身一跳 将她扑倒在地 一脚踩在胸口上 吓得她一动不敢动 回到家 小美拿出祖传小皮衣 抹上性感口红 对着镜子咔咔一顿剪 没过多久 她就成了一个性感女郎 骑上摩托车 一脚油门踩到底 体验了把速度与激情 随后来到珠宝店 正当她欣赏珠宝时 却发现里面有劫匪 她邪魅一笑 戴上眼罩 决定戏弄一下他们 看对面是个女人 劫匪彻底放松下来 子弹上膛 对着小美就是一顿秃秃 半天后 墙都被干了个洞 小美却不见了 劫匪瞬间蒙了圈 正当疑惑时 大叫袭来 直接将他们踹翻在地 另一个同伴 对着小美就是一枪 她像猫咪一样 在房顶快速攀爬 跟闪电一样 随后解决掉所有劫匪 为了查明真相 她再次来到猫神家里 女人说她早就死了 是猫神救了她 并赋予了超能力 为了唤醒她的记忆 女人一把将小美推了下去 她却一点事都没有 还想起了发生的一切 女人把象征猫女的面具 交给了小美 得知真相的她 决定去找杀害自己的人报仇 这个女人可不是一般人 她曾经被善古猫神复活过 只因一次加班时 无意间发现了公司的秘密 他们研发的新面霜 会让人变得越来越年轻 可一旦停止使用 就会一点点衰老 最后变成可怕的怪物 小美听到后非常害怕 一不小心打碎了玻璃杯 像声惊动了领导 吓得她急忙跑了出去 可慌不择路 她竟然跑到了下水道里 老板见状非常高兴 启动绿色按钮 下一秒 红流来袭 她就被冲了下去 溺水的她很快就没了呼吸 幸运的是 一只善古猫神救了她 重获新生的小美 开始了复仇计划 可刚到那儿 就看到地上有一具尸体 身上到处都是抓痕 很显然 对方是想栽赃陷害 狡猾的女人又扔给小美一把枪 接着暗响了报警器 很快FBI赶了过来 把小美抓走了 可透过天窗 看到了外面的广告牌 新的面霜即将上市 为了阻止更多人受伤害 她决定赌一把 面对仅有八厘米的铁栅栏 她迈出两米的大长腿 接着身子往里一缩 凭借超强的韧性 竟然真的穿了过去 快速来到窗口 一跃而下 像猫一样在空中 不停地扭动身子 最后平稳落地 随后劫持了一辆小汽车 来到公司后 就跟老板娘打了起来 因为常年使用有毒化妆品 她的身体变得特别扛打 只见老板娘拿起灭火器 对着小美就是一顿秃秃 小美飞起一脚 将老板娘踹出去后 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没了动静 可过去查看时 却被老板娘用玻璃刺伤了腿 又趁机对在玻璃上一顿暴打 危机时刻 小美使出终极大招 甩动皮鞭 不停地抽打老板娘的脸 一巴掌将老板娘扇了下去 小美伸手想去救 可老板娘透过玻璃 看到自己丑陋的脸 瞬间吓了个半死 手一哆嗦 就掉了下去 当场领了盒饭 故事的最后 小美踏上了我行我素 惩恶扬善的自由之路 一只飞蛾掉到杯子里 慢慢沉入水底 女孩看也不看 拿起杯子 一口气喝了个精光 突然觉得味道怪怪的 她也没想太多 可拉窗帘准备睡觉时 身体竟然闪了一下 然而她对此一无所知 早上八点闹铃响起 抱枕跑到一边 被子自己掀了起来 床垫慢慢恢复 手机飘到空中 随后落到桌子上 毛巾凭空动了起来 跟着拖鞋一步步向前走去 毛巾把门推开 牙刷打开柜子 牙膏自己飞了出来 紧接着关上柜子的门 突然小美一声尖叫 二翠听到声音 急忙跑了出来 可打开厕所的门 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人 帘子后面什么都没有 突然听到姐姐声音 把她吓了一跳 随后认真的想了想 掀开马桶盖子 小美说 我怎么会在马桶里 紧接着水龙头拧开 洗了把脸 用毛巾擦了擦后 盖到了头上 吓得二翠一愣一愣的 当小美摘掉毛巾时 还是看不见自己 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急忙跑回卧室 拿起手机拨通了119 可二翠说 你想当科学家的小白鼠吗 她这才想起 喝的水味道不对 原来昨天晚上 二翠做实验时 一只飞蛾跑来捣乱 她急忙伸手驱赶 一不小心碰到了架子 烧杯里加入了其他试剂 顿时浓烟滚滚 二翠拿起玻璃瓶 把飞蛾罩在里面 可下一秒 飞蛾飞着飞着 突然消失不见了 吓得她一哆嗦 瓶子掉到地上 摔了个稀碎 随后小美穿上衣服 想去上学 没想到衣服渐渐消失了 随后开着跑车去上学 恰好被一位老太太看见 发现车上并没有司机 这可把她吓坏了 男孩正在做实验 突然柜子打开 显微镜飞到了桌子上 可她没当一回事 随后显微镜慢慢移动 这时一个天才帅哥 正打听二翠的情况 她非常兴奋 一点点往前滑 趁人们不注意 偷偷跑了出去 然后打开保险柜 把显微镜藏了进去 随后跑到男厕所 偷了一身熊大的套装后 回到实验室 冒充妹妹跟男神表白 原来他们都喜欢对方 刚要约会时 突然熊大的手逐渐消失 她急忙藏到身后 随后一转身 迅速逃了出去 躲到门后面 没想到小黑正好路过这里 看着慢慢消失的熊大 顿时吓得六神无主 二翠只好说出实情 下午棒球比赛时 从来不做运动的二翠 一下就被干翻在地 幸好有姐姐这个隐形人 在比赛中无私地帮助她 他们队终于进球了 没想到二翠越来越厉害 竟然独自带球连过数人 最后直接进球 顿时惊呆了无数人 回到家后 他们赶紧做实验 发现隐形细胞在不断扩散 如果十二点前 找不到解除隐身的办法 小美将永远成为透明人 可家里条件有限 他们急忙向学校跑去 垃圾桶竟然动了起来 吓得保安急忙去追 幸好没走几步 他就停了下来 保安还在纳闷时 突然四周的灯亮了起来 紧接着一个皮球跳了几下 随后从楼上滚了下来 正好滚到保安脚下 随后油漆桶也飘到空中 慢慢倾斜 里面的油漆流到地上 围着保安画了一个圈 形成三个字母 吓得保安一声尖叫 急忙逃了出去 其余几人趁机溜了进去 来到实验室 按照昨天的步骤 重新做了次实验 这次飞蛾又不见了 可怎么中和调隐身溶液 成了一道难题 随后他们在化妆舞会上 找到了聪明绝顶的金毛 当他看到一块布 竟然凭空悬浮时 两眼一翻就晕死过去 如今就剩下45分钟 回实验室显然来不及了 看过成分表后 他们就地取材 拿走桌上的蜡烛当酒精灯 拔掉钢琴上的管子当导管 用小丑帽子当漏斗 随后一件件拼接起来 自己制作了蒸馏设备 他们不停地往桶里倒水 半天后终于提取了小半杯 姐姐喝完后 身体闪了几下就没了动静 还是隐身状态 这可把几人吓坏了 他们肯定漏掉了什么环节 原来那天晚上 小美还喝了咖啡 然后掏出了速龙袋子 二翠赶紧冲开 满脸期待地让姐姐喝下 没过多久 空间不停地闪烁 姐姐终于变了回来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凭借这项发明 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 如果你有隐身的超能力 会不会也同样放弃呢 你太好 你不赶大 你不赶上来 你就那个